刑警抵达 我们两个顺利地离开了井底 很多日不见到阳光 搞到一下子之间我们的眼睛是昏花的 几乎是看不到东西 我们强忍着不息 手拉着手向着诸户大宅跑过去 迎面就遇到一个陌生的西装绅士 喂,你们是什么水啊 这个男人一望到我们 就很横横地叫着我们 杜红就反问他说 你又是谁啊 你看不像这座岛的人啊 啊,我是警察 你这扮案 你们和医护人有没有关系的呢 就没想到这个西装的新史 竟是个刑警 就天在我也 我和诸户连望是报上自己的性命 啊,你们两个啊 别胡说啊 诸户和医护两个人的确是来这里 但你们不是啊 他们年轻到什么感 不像你们这么老的 不像我们这么老 刑警的说话很奇怪 他竟然会对我们说 不像你们这么老 这个中间究竟又怎样都不会 我和杜红 不停疑惑着忍不住你眼望我眼 这一瞬间就轮到我们两个大启一惊 他站在我面前 早就不是几日之前的那个诸户道红 他现在衣衫纳扭成个乞衣 满面的皮肤已经变成灰黑色 沾满了污垢 碰头够面 眼眶深陷 拳骨又突出 整块面就好像个骷髅头一样 难怪 刑警会将他误认为老人家 杜红在那里说话 喂 睡眸你这头发白了 他的笑容很奇怪 但在我看你的表情好像在那里哭 我的变化比杜红更加可怕 外表的潮水和他不相受下 只不过我的头发居然在洞里面几日之间 褪了所有的黑色 变得好像八十岁的老人家那样 说白了 我知道有人因为承受了精神上极端的苦痛 在一夜之间瞬间白头 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 其实我都读到过两个三个例子 这么多 只不过我从来都没想到 这些这么罕见的现象 居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在这几日之间 我们究竟面临了几多次的死亡 甚至于是死亡的威胁 我经受的恐惧竟然没有将我变到傻了 我经意慢分 虽然我没有颠倒 但我头发全部都白白了 不过我还是要说 这个已经是不幸之中的慢行 尽管经历了同样的诡异 之后的头发就没有出现类似的异常 这个表明她的内心应该比我坚强得多 我们就对这个应景 大致讲明了这座岛的缘由 和我们来这个岛之后发生所有的事 啊 你们两个为什么这么笨 不跟警方求助 你们的痛苦根本就在这里自作自修 这个是听完我们的讲述之后 刑警讲的第一句话 不过当然是带着微笑说 杜洪便解说 阿sir是这样的 因为我一直都深信 这个恶人最好让我是我爸爸 这个刑警并非亲自一个人来 他还带了好几个同事 他命令其中两个人进入地底 将将五郎和老德带回来 奴彪那些醒啊 放着不要动啊 迟些就要拿一脚围出来的 杜洪叮嘱两个人 自称为池代警署的刑警北串 为了调查少年习技师 有之助 所在的美奇曲马团 走了去静岗院那里 废尽千辛万苦之后 终于成功地拉拢了小丑一串法师 打听了某一个秘密 这个前因后果 先前我已经告诉给各位读者听 白串刑警的辛苦终于有汇报 他从和我们完全不同的角度展开调查 还要查到你这座岩谷岛的大本营 接下来 根据阿兽提供的讯息 找到你这里 刑警到达这个岛的时候 诸会大宅里面的那个连体怪物 正在上映着激烈的舞蹈 不用说 就是阿兽和阿吉这对连体人 警方先将这对怪物安抚好 然后就问了一些情况 于是 阿兽就滔滔不绝地 说出一些详情来 我们进了井底之后 由于妒忌我和阿兽的关系 阿吉和将五郎 狮子陷害我们 他们打开了土方府的门 当然阿兽极力阻止 但他毕竟是没办法抵得过阿吉男人的万力 将五郎夫妇恢复自由之后 就挥起他们的边很快 又将那帮残废陷阻止关进仓库 由于阿吉立了工 他们两个是面受酬金之苦 接着下来 阿吉又把我的行踪 告诉了将五郎听 经过他一番分析 他亲自拖着不方便的身体 落到井底 切断了我们的麻绳 借助另外一条绳 进了迷宫 将五郎那个寒贝老太婆 以及那个哑巴阿年嫂 也帮了他一点点 从那天开始 阿兽和阿吉就水火不用 阿吉就很想控制阿兽 而哈修就大闹阿吉的背叛 两个人越喊就越心疼 最终 演变成激烈的肉体搏斗 这个时候 刚好就碰到刑警这班人 听到了阿兽的说明 刑警总算是了解了内浪去蜜 即刻逮捕将五郎的老婆和阿年嫂 打开肚仓库释放了所有的残废人 并且是计划逮捕将五郎 就在开始着手的时候 刚好我们就出现了 刑警的罪述 令我了解到我们不在的时候 珠湖大洲里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